- Let me put my voice in here 這次我們做這首歌 我就親自下海 製作人下海 我心目中我想要把一個作品做好的話 我先用我最保險的方式 等於說我自己做一首 有我自己在裡面的歌 我比較有把握 饒舌歌手跟一個女生 歌手合作通常就是饒舌歌手唱 饒舌歌 然後女生在唱副歌 可能會是情歌這樣 我覺得這是大家最傳統的期待 我覺得這樣太無聊了 因為我不喜歡被別人猜到 所以我就挑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想要一起唱副歌 然後我也想要他唱一段 Verse有那種饒舌的感覺 那我就挑戰唱一段 有加很多旋律的東西這樣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首這個融合 那同時我也找很厲害的 RTRY一起來完成這首歌 因為我們一直想要說 做像Big Sean跟 Janae Ico那種感覺的歌 我專輯也發了 然後他的專輯也做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project就是剛剛好 可以讓我們發揮 我們想要做的東西 所以...Yeah! Yeah! 我很高興就是熊仔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我覺得我的音樂就是很奇怪 我以前就是沒有很多經驗 就是跟人家合作 像這首歌是... 我沒有做過這樣子的歌啊 如果熊仔沒有叫我做這樣的歌 所以我覺得這個歌不是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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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的Beat真的是完全我的Style 然後他人又這麼好接觸 又這麼好笑 就讓整個錄音的過程 感覺不到累 因為有的時候錄很久 真的會覺得好辛苦啊 但他讓整個Amosphere 還有整個感覺都是 很棒很棒 Julia是很棒的歌 只要讓我做的歌 就像這樣 就像... 就像... 這個是不能形容的東西 你只能... 只能打你的心臟 就有一天熊仔就說 Yo... 這歌是Gulia 然後我就說 Oh yo Julia I heard about her And now... I heard about her Like... I heard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 heard that I heard that shit It's crazy 因為我覺得她很有天分 她就是... She came through man With her voice And then... She fucking lay fire 買榜這個字對我來講是什麼 我會想要聽聽看這首歌 會不會再講這首歌 所以我就想洗 但如果今天我自己寫的話 我應該就是很嗆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對Julia不適合 因為她也沒有那麼好戰 那我幫Julia寫的部分就是 比較... 幽默會寫 那我覺得整首就是走一個 幽默會寫的態度 我還滿滿意的 因為我以前也沒有做過這種 很多唱的歌 這對我來講是一個挑戰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個主題我也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目前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至少就是我今年發出來這麼多的歌 我非常非常期待這一首歌 它又很chill 就是完全是我的個性 然後它也有... 有可以展現我的一些唱歌的一些技巧 又是我的style R&B 然後又加上R also 我現在正在學習的一些東西 所以它有這首歌的一首歌 所以... 非常興奮 希望K-BOX可以幫我們買一榜 這首歌 好不好?買一下! 沒有啦 開玩笑,剪掉了 好